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用 究竟是真香还是智商税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由于现在X6的软路由自身是不带WiFi模块的 相信绝大多数的小伙伴现在都在用外接的AP或者是硬路旅游来实现WiFi传输的功能 其实有很多软路由都提成了WiFi网卡的接口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软路由上安装WiFi模块呢 但是由于有些WiFi模块本身的发售功率不强 或者是由于OpenWRT的驱动的问题 总是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之前VideoTalk小哥也做过视频 已经安装成功了 但是并不完美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频道主也做过相关的视频 但是我看了一下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且完美的解决方案 直到我找到了这两个网卡 DR900VX和DR600VX 相信大家都心急着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咱们闲话不少说 咱们闲话不少说 咱们先上测试数据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测试环境 我把软路由放在我家的客厅 对标的硬路由是小米路由3G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小米路由3G 在一年多之前 这个还是我家的一个主路由 当年怎么着也卖349呢 我在测试的时候只会开一个WiFi 并且把这个WiFi重启 分别在我们家的后阳台 客厅 书房 卫生间 儿童房 卧室和阳台这七个地方来进行测试 测试设备用我的手机小米9 Pro和一个笔记本来测试网速 为了相对的准确 每个点我都测试最少五次 去平均值做最后的成绩 首先我们来看笔记本 软路由加WiFi模块 直接把小米路由3G越成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除了在阳台之外 其他地方 这个软路由加WiFi模块的这个组合 也是全面吊打小米路由3G 另外我从NAS分别通过软路由和小米路由3G 用WiFi来拷贝电影到笔记本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完成的时间 软路由的传输也是明显的快过小米路由3G的 其实说实话在统计数据出来之前 我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会不会是对手太弱呢 我们家还有一个小米AX3600 于是我又跑了一遍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除了信号最差的这个后阳台 软路由也是完胜我们家的这个AX3600 但是这个不科学 后来我再一想会不会是小米9 它不支持WiFi6 所以说不能发挥出AX3600的真实实力 于是我就拿了支持WiFi6的iPhone11 又测了一次 这已经是测了第三次了 这次软路由果然就败下阵来 这个整体的速度确实是不如小米的AX3600 咱们虽败有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个WiFi5跟一个WiFi6 就算是比输了 也算是有情可原的 这个一个路由的实力 跟你的客户端的设备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把小米9 iPhone11都放在AX3600的边上 大家很明显的就能看懂 小米9是如何的一败涂地的 因为它只支持WiFi5 而iPhone11它支持WiFi6 所以说WiFi6还是非常非常强大 通过前面的测试 大家都应该能看得出来 软路由配合WiFi模块的实力了 小米路由AX3600也算是千元以内 不错的路由了 这个N5000软路由在WiFi模块的加持下 竟然可以跟AX3600这个WiFi6路由 打一个有来有回 那我觉得可以说 这个相当可用了 覆盖我们家不到100平米的面积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在OpenWrt里驱动这块WiFi模块 其实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只要插上WiFi模块 如果你在你的网络菜单里没有看见无线栏目 就说明你没有驱动 安装驱动在OpenWrt下面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软件库 我们来搜索这个驱动 接下来你会搜索到一大堆QCA988的系列的驱动 我这两个WiFi模块是QCA988的需要安装这两个驱动 在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重启一下 那你就可以在系统里看到无线的这个菜单了 我们重启完成之后 我们进到这个菜单就可以看到 点击设置 就可以设置频段强度等等等等 那我反正都是用的默认的设置 如果你想设置成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你可以设置密码 由于这个芯片是高通的芯片 它还支持KVR漫游组网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在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个WiFi的名字了 打开手机WiFi连接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已经连接上的设备 是不是很简单呢 软路由的厂商提供的这个固件 是自带这些驱动的 如果你用的是其他OpenWRG的固件 或者是自己编译的固件 注意你的内核版本号一定不能低于这个 另外跟大家聊一聊天线 接水用的是两根9dB的天线 这个天线也是我很早之前在淘宝上淘的 一直放在家里也没有用 而且我在这个测试里面 也有测试过比较低的天线 比如说我在路由上拆下来的这么一根天线 其实这根天线估计最多只有6dB 所以说即便是6dB的天线也是可以的 最后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两个网卡 这两个网卡都是出自苏州的一家通讯公司 叫沃利斯 对 这个官网是英文的 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 他们是主要做无线通讯产品的 在他们的官网上 你就可以找到这两款高通的QCA9880的网卡 DR900VX 这个是三天线的版本 支持3x3的MEMO 最高1.3Gbps 支持802.11ac 由于我并没有3x3的设备 虽然我连了三根天线 大家都知道有一根天线是拆下来的 我这个速率最高只能跑到866兆 而DR600VX 这个是两天线的 是支持2x2的MEMO 最高支持867兆 同样是802.11ac的 其实这两块网卡性能差不多 我对比测试了一下这两个网卡 在我的测试环境下 这两个速度是基本差不多的 三天线的DR900VX 更稳定一些 关于信号强度和发售功率等细节 其实我都不是太懂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去看一下 由于他们的产品是出口国外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当然你在国内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官方的价格DR900VX要19刀 600VX要16刀 也只有在咸鱼跟几家淘宝店能买到 我的就是在咸鱼淘的 你也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相信通过他们的官网也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的 个人觉得我家这种小户型的在这种使用环境下的 软路由加WiFi模块的这种组合应该是足够用的 我在家里使用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稳定程度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基本可以满足家庭的使用需要 虽然我的测试环境稍微有一些局限性 而且我的测试设备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的价值 当然如果你家是一两百平米 甚至是上下几层楼的那种大house 这套方案就肯定不合适了 但是相比之下 同样价格区间的硬路由来做比较 软路由加WiFi模块的这套方案的 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你在选购WiFi和AP的时候 多一些帮助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对那些拿十几二十个路由 一起来测试的这些频道和UP主 由衷的敬佩 因为如果不做这个视频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重复的测这些数据是多么的乏味 是多么的辛苦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小伙伴们给咱点个赞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对我的频道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您的关注都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